大家好,我是拉人哥 今天的标题叫做楼市黑洞 大家知不知道什么黑洞 所有物质接近它,所有东西都吸收黑洞 即是不可生存 为什么会有今天的题目呢 因为刚刚看了一篇Yahoo Finance 有篇文章 作者也不知道是谁 他一开始就说2003比当年 他就把2003和2014年做个比较 即2013年失业有多少 2014年失业有多少 终于最后一句他出了结论 就说问前辈 现在还没有2003年那么惨 他一出这句 我就知道他整篇文章死了 为什么我知道整篇文章死了 因为你怎样比较也好 原来你自己未经历过2003年 你又怎知道2014年没有2003年那么惨 他还问前辈 你还要问前辈什么立场 你的前辈问拉人哥 还是问汪先生 现在两个立场完全不同 我见坊间很多Youtuber 都拿着他的文章 也是根据他的资料 然后2003年又怎样 2014年又怎样 其实没有意思的 你们这样 读回了一篇文章 人家整篇文章都在 而是你们看完这篇文章 究竟你的意见是怎样 所以我看完整篇文章 我觉得他有很多东西未经历过 其实实际上是想错了 所以今天我会和大家 正确地告诉大家 2013年是怎样 现在的情况 亦都是怎样 好了 未开始之前 如果大家未订阅的 请帮手订阅 请赞一个分享给朋友 如果有时间的话 请不手看完这些广告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今天看一篇很快的文章 就是这篇文章 我相信很多观众都看过 其实整篇文章的结构 身为三部份 第一个结构 就是比较 有03和24的情况 第二个结构是立论 立论他认为 他问那些前辈 现在未有03年那么惨 好了 第三段就是他后面 就说 建议政府应该要做些什么 等等 那就是这样的构构 我不会整篇文章 和大家说 我只抽回他的立论出来 就是他的建议 也免得说 这些是三副屁 只抽回他的立论出来 我把立论 就copy了出来 和大家谈谈 他就说 简单来说 正如很多亲身经历 2003年灾劫的前辈朋友指出 若说惨 今天就远远未及当年 这里第一句 最怕现在可能未到2003年而已 即是未衰旧 同时有一种情况 越当年相似 市民的信心越来越灰蒙 犹如在幽谷看不见这个前景 与财务上的同样之努 往往是这种心态上的无望 其实你看看他头那四两三句 他第一个说 就是说 现在未及当年那么惨 然后他又回头说 是不是未衰旧呢 最怕这些立论就是 无铃两可 就是我A又对 B又对 到时将来开A或者开B 我都出来说我会对 现在我发觉 很多讲股票的人 就是这样说 出了这些情况之后 就向好 出了这些情况之后 就是向衰 加股票大多数都是这样说 因为要兜底 但是现在发觉 很多开始 就是说股票 开始说漏的那些 例如MIRROR 又开始有点说漏 又是这样说的 有这种情况之后 又如何 有这种情况之后 其实他们没有一种意见 就是开哪一份 我都对了 不如我说给作者听 为什么你问前辈 他觉得是03年产国 2014年 因为在903年 在短短五年时间内 香港人经历了流价下跌 以及沙士 好了 接着在2014年我们又如何 而我们今次又如何 在沙士先之外 就是武汉肺炎 武汉肺炎先的 武汉肺炎都玩了你三年精灵政策 已经被他玩了 即是残了 好了 接着现在通关 健康那边没有问题 但是流价仍然在下跌 即是不同 沙士的时候 短短五年 你经历了又流价下跌 是吧 又有生命危险 好了 但现在你的情况如何 生命危险没有了 因为生命已经过去了 要死的人已经死了 你还在 即是你还没死 死的人死了 那你还生存到 在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现在没有生命危险 那就剩下什么 剩下楼价下跌 即是03年那次 短时间 就两样东西 一起来 而24年 或者再打后 这一次 就是 你先经历了 你的生命危险 接着 楼价下跌 是有不同的 但是 说几乎的程度 我可以告诉你 今次是比03年 不是因为你的生命危险 而是楼价下跌 比03年 大家知道 03年那时 那些负资产 那些负资产 欠多少钱 几十万 百多万 大多数人都是欠几十万 八多万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那些负资产 是便宜的 对不对 好了 现在 那些负资产 虽然只有三万 三万多宗 但欠的人多少钱 几百万 几千万 因为楼价上升了 你想想 03年 那些人 如果真的欠几十万 八多万 十十岁 哪是欠的 但是那时候 那些人觉得很多钱 因为那时候 也有三百多万 我还记得 那时候 买这个 是不是这个 浩杰湾 浩杰湾 两房都是三百 多数点 好了 那楼价下跌一半 我也是 八六万 对不对 那时候 我当作是七成岸 那我也是输两成 那两成 我也是欠这个银行 即是负资产 是六十万 大家是否记得一条数 那时候大多数人 虽然说是十万个负资产 但是欠个银行很小 几十万 八多万 是最多人欠的 所以从负资产的银行 其实现在的人 是辛苦了 欠多钱 那么有观众 反驳 以前的人赚钱 现在的人赚钱多 究竟是否赚钱少呢 楼价升了这么多倍 人工有没有赚钱多 这么多倍 没有嘛 不过 9703 就多人跳楼 尤其是很多教师 不开 他们那时候的原因 就是不了解破产 那么容易 知道吗 四年后一 就可以翻身了 但现在的人 已经经过很多 电视教育 电影教育 或者是 也都看见很多人破产之后 又出来了 是吧 那么觉得破产 不是一回事 但是97年那些人 打算破产是很大件事的 所以为什么要这么多人 跳楼呢 好了 这次的银行 这么多都没有人 跳楼的原因呢 就是个个都知道 破产都是一个财忌的表远 有什么大不了 是吧 有钱便东山再起 好了 为什么我形容今次这个跌市 为一个楼市黑洞呢 其实你放多少钱进去 都是没用 都是吸收进去 好似现在 有人负资产 是吧 外面有很多 麦尔麦尔就教大家 硬上会 是吧 起码有层楼住 他那个做法就是 但是我告诉你 你这么死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为了先住住 你一度供款 你的负资产 不知道供到什么时候 才是正资产 10年 还是20年呢 那我拿个平均数 就当你15年 才变成正资产 那未来的15年 就是你供死会 就是楼市黑洞 你的钱全部都进去黑洞 那可以大家温顾资深了 03年 为什么楼市反弹 大家都知道 很大机会就是一个自由行 还有一件事 大家忽略了 就是中国入世贸 中国入世贸之外 中国多了很多生意 中国多生意 就是香港多生意 香港是一个转口港 一个超级代理人 大家还记得这个名词 但是中国入世贸的时候 其实中国多了钱的时候 香港也都过水湿脚 也都多了钱 就是香港不只是楼市旺 连个物流 航运都旺了 好了 现在回到现在这个情况 自由行 去年开了给你 有没有用 没有用 离了那些丐帮 好了 中国入世贸 现在又怎么样 十几年了 还有没有什么大生意 没有 反过来 因为疫情你这么封城 那些外资是撤资 走 然后你又要强调国安 不停拉间谍 行走的五十万 大家还记得大陆 大陆说过 行走的五十万 总之 英国人也好 美国人也好 德国人也好 大家都有机会是间谍的 那些人还不怕 对不对 每个外资都撤走 不仅是撤出中国 连香港的外资一样都撤走 那这些是否2003年没有 没有机会发生 那些人是2003年不反转 因为中国入世贸 每个人来中国做生意 来香港撤写字楼 撤总部 是不是那个次序 现在都反转了 所以 2003年那次波叔不死 波叔就不关今次迪士事 因为波叔很早爆破 那我们就拿其他的百亿富豪 为什么现在这么多百亿富豪 是死的呢 因为问题就是 没有了2003年那种利好因素 自由行是新 还有有钱 中国入世贸 带起了很多生意 给香港 这些利好因素 现在是没有了 疫情开始的时候 香港政府做了很大的努力 比如补就业 中小企贷款 给了很多钱出来 顶住市 撑住鸡头 不是香港地区这样撑一撑 根本这个鸡头一座就跌了 但现在都没办法了 现在香港政府都财赤了 都受不了了 不能连连地撑 有得这些企业 自身自灭 所以近一年的倒闭潮 大家都见过倒闭群座 几多人进去 也有几多倒闭消息 在2003年是有公司倒闭 或者裁员都有的 大家是吗 大家有多猶身 有裁员 有炒人 有减薪 有倒闭 但规模 远远比现在为小 我说的规模 是说的数量 1970年那次 我们玩五年 终于市市 立即可以顶得到 然后开始升回了 好了 如果我们是数 由武汉肺炎开始 在19年的年底 十二月 我们19年的十月 开始数 现在差不多有五年的了 是吧 好像不见到盡头 大家见不见到盡头 是吧 那些楼价还在下跌 是吧 现在很多公司 继续在收拾 连这些八亿符号 都顶不住 那我们小市民调 就顶得了 昨天在留言区 有个观众很有趣 问个问题 或者大家可以分享一下 他说 为什么这些八亿符号 那么有钱 现在都会不行 其实不行的原因 因为楼价大跌 我举一个例子 这些八亿符号 不要按到尽 按六成 好吗 就是搬去买回来的物业 工商铺也好 这个铺也好 按六成 很安全 六成 但是大家知道 由去年加上今年 铺市跌了多少 起码跌了一半 是不是已经输得了 好了 如果你是在中环中心 跌了三分之二 是不是还死 如果这个是炒家 或者叫这个八亿铺王 是买得这个工商铺 多的呢 就很糟糕了 还有些还要买大陆楼 就是大陆做发展商 那些更糟糕了 就是简单来说 那么多个八亿符号 倒下 原因就是因为 那个铺市 或者那个商下 那个价格 跌得太急 急到他都卖不到 你以为他们不想买 是卖不到 急到是吧 在年半之内 跌了一半 我告诉你 尤其是那个铺市 年半跌一半 那商下呢 就跌迟一点的 就因为今次这个 中环中心感恩跌法呢 未来的商下 都没有运行的了 夹下我 大家都见了 今早有一个 微银是吧 18,000元呎 好了 我就算 好一点了 是不是先 IFC会不会好一点 好一点 可能也只有2万多元呎 大家不要用很多钱了 那我提出 IFC2万多元呎 一定有些观众在反对 在哪里会那么便宜 现在刚刚成交了多少钱 我说未来嘛 现在当然成交了 一年前 大家估计到 这个租雲中心 做万三元一呎 估不到的嘛 是不是一年后 就有了 是不是才这么简单 所以未来 IFC2万多元呎 简单一点 其实香港的楼沙洞 形成了 无论你工商铺 好 你住宅好 车位好 扔进去 我意思是 大家不要玩这个游戏了 等于你去赌场 你不赌就赢了 其实你去赌场 智胜的方法 就是不赌就赢了 是吧 楼市一样 你不参与这个游戏 其实你不用死的 你租楼 租楼 租金你升了多少 是不是 对不对 人家在英国的满城 一年都升十多% 那些人都是租楼 你想一下 我就举回汪先生的例子 跌了五千万只 我代算是五千万 我们可以租三十四年楼 对不对 你说 每年两年加一次租 加多少 我当加10%好吗 对不对 那你以后就将年期缩短 可能就是27年 大家记住 未来很大量供应 包括供应房屋 和私营房屋 北部都区 可以住二百六十万 大家记住这条数 不断推移楼盘出来的时候 租金可能一两年会升一升 但未来可能会回调 我也相信会回调 坦白说 楼真的越来越多了 但香港人除非 你好像工联说 要落一千万人来 那就死定了 我想你整个教育制度 和医療制度 就崩溃了 还有2047 还有23年 我们都相信 香港走不到2047 已经变成一国一制了 大家不要这么天真 认为2047年之后 还有一国两制 即是一国两制是什么 历史文件 大家不要在这里做梦 我估计 快就几年后 迟到十几年后 就很快就变成一国一制了 既然香港都是一国一制的时候 你的楼价 就是要返回深圳 其实就不应该这么贵 是吧 深圳升上来 一定是你香港跌下去 一定是你香港跌下去 因为供应越来越多 所以奉献 就算在香港住的观众 都不要买楼 这个是楼市的黑洞 租楼就算了 你没理由 租金升得很重要 我就不觉得租金会升得很重要 因为 你始终要 香港人不能给的租金 好了 今天楼市黑洞 就差不多说完了 希望大家就明白 现在香港的情况 是未跌完的 接下来还会继续跌 这些叫温水煮蛙 就不同 好像97年定生 五年就搞定了 告诉大家 现在随时搞到十几年 今天时间足够了 多谢大家收听和收听先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